有手有脚还位于食物链的顶端 却在7年的时间里面移动不动 懒得吃喝懒得动弹 甚至懒得繁殖 这是一个怎样的生物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呢 答案就是动员了 一些科学家在研究了生活在 剥黑的某个洞穴里面的动员之后 发现这些神奇的生物 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 总共只罗动了不到10米远的距离 其中甚至还有一只移动不动 不吃不喝的坚持了2569天 也就是超过了7年的时间 成功问鼎动物界无所事事的记录榜首 为了搞明白为什么这种动员宰成这个样子 我们得要仔仔细细的了解一下它才行 动员是欧洲唯一一种血距的极锁动物 可能大家对极锁动物这个名词不是太熟悉 因为我们通常听到的都是脊椎动物 无脊椎动物之类的 其实我们只要知道在动物分类学里面 从宽到宰分为戒门钢木科属种 这就有点像是俄罗斯套娃一样 最大的娃娃是戒 戒里面套着很多的门 门里面套着很多的钢 钢里面套着很多的木 以此类推 而极锁动物则是动物戒里面的一个门 里面套着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 我们人也是被划分在这个门里面的 所以可见 当我们说到动员是欧洲唯一一种血距的极锁动物 是你大概就能够联想到 它在这样一个封闭系统里面的地位有多么的高了吧 动员属于极锁动物中的两栖钢 成年动员生长在30厘米左右 身体呈白色或者粉色 眼睛退化没入皮肤没有视力 因此也被称为盲员 它靠外露的腮呼吸 及头部后侧的红色角状物 加上两对竹 外貌很像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龙 和上古神话一样 动员在世上存活了至少1500万年 但是直到17世纪才被人类所发现 1768年 奥地利医生和自然科学家洛朗发现了动员 并为它起名普罗透斯 这是希腊神话当中一个年老又执扭的海神的名字 可能是动员怪怪的模样 当然它产生了奇妙的联想 动员常年生活在黑暗的冬穴水下 可以调慢新生代谢的速度 到很多年不用吃喝 它的捕食对象是小虾或者是蜗牛 吃饱一对又是数年不动 不仅懒得吃喝 甚至连传宗接待这种头等大事 也懒得去做 科学家发现 雌雄动员之间平均每12.5年 才会产生一次好感 雌性动员每7年才会产卵 一次繁殖率实在是低到没有下限 不过这种看起来十分脆弱的生物非但没有灭绝 而且还个个都拥有长达一个世纪的寿命 研究发现正是因为动员的生活环境与外界隔绝 唯一的天敌就是它绝对见不到的太阳 所以在这儿它就是洞穴当中的顶级捕食者了 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因此在安全的充满食物的桃花园里面 动员们就这样每日每夜的宅了下去 无视黑暗与寂寞 默默对抗着岁月的流逝 把乌龟 鲸鱼 鲤鱼等大家熟知的长寿动物 甩了不知道多少条街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